明白了 感恩师父 再请问师父一下 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一个情况 就是比如说一对夫妻男的修了 然后他的妻子就很容易受他的影响一起修 那如果是女的先修 他的先生就很多先生就是不听他的 也不会跟他一起修 这是什么原因啊 什么原因啊 你想想看上辈子就知道了 男的这辈子到 这个女的嫁给他一般的男的都是来讨债的 所以你看很多为什么女人一嫁给男的总是听男人的话了 对不对啊 女人这辈子吃苦了 他修了 但是男人他是要债的 他比较执着 所以你说就算你要债的人说 哎呀我修了我修了 他就不开心啊 你不还了 你再不想还了 听不懂啊 鬼都这样 我给你一件小房子不要 要你的命 我把你搞死在你身上 听不懂啊 哦 就是哦 就是说本身不修阻碍他 就是要在的一种体现 对 哦 明白了 那就是这个跟人间的什么吧 就是男女之间的家庭定位 没有关系的是吧 师父 没有 比如这女的很强势 也没有用的 没有用 没有 看上辈子欠多欠少的 嗯 好 明白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开始 谢谢